好 快给我铁盪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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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三老六 跟我去看看 好 走 陆长风 我们的账以后再算 郭靖呢 叫那小子出来 没事姐 你都把郭兄弟打伤了 为何还不罢手呢 我要的是他的命 出来 陆庄主 你怎么又来了 臭小子 之前是你运气好 逃过一死 恐怕现在 你没那么好运气了 没事姐 你都已经打输了 再打又有什么意思呢 这小子和他师父使诈 又无声掌欺负我这瞎子 这种卑劣的手段 说出去不怕江湖人耻笑吗 说好了三招 是你自己先不守信用 我说不过你 但是这小子 今天必须得死 小子 有本事把吴声掌再使出来 我们比划比划 我是中了你的毒 生死关头 我不得已采用吴声掌保命 我知道 这不太光明磊落 所以晚辈 不敢从命 你这小子 倒是够硬气的 不过我既然说了 让你使用吴声掌 就一定有破你的办法 婆婆妈妈地干什么 冲招 等一下 等一下 小师妹 你又耍什么花招 我啊 就是想提醒一下梅师姐 靳哥哥刚刚解毒恢复 你就教朕 你作为一个前辈 你就不怕传出去 让别人笑话吗 我没超风 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你是不怕了 那要传出去 我桃花岛的名声怎么办 那依你怎么办 就十五招 十五招之内 免要打不赢进哥哥 那就后会有期了 好 我答应你 靳儿 多加小心 放心吧 二师傅 得罪了 好 他怎么知道我长势的去落 还能在我将发未发之际 先行了当 奇怪 那师姐怎么跟突然眼睛 覆明了似的 臭小子 愣着干嘛 原来有人帮他 有 上面的人一直用使使为雷超风指点方向 好厉害的弹制寻功啊 此人只用手指就能将石头弹得如此禁忌 就算是铁台弹弓 也弹不出那么大的声响来 江湖上有此功利的人 恐怕也没有极格了 金哥哥 看你怎么变身吧 你 爹 你就让他杀了我吧 谁是你爹 你瞒得过别人 但是瞒不过我 你抬石头的首饰 跟小时候教我的一样 就算你戴着面具 我也知道你是我爹爹 你是我爹 你是我爱你 我为你怎么аж 你又是你